苏姓男子日前伙同黄姓男子骑机车到台南深南区一废气厂房 涉嫌窃取模具及隔壁工厂电缆线 但电缆线重264公斤 只好先在走模具后 隔天再开车收刮电缆线 刚好遇到屋主返回厂房 两嫌见状落跑 来不及将车开走 警方研判两嫌绝不会甘心到手的肥肉 飞了撤走制服警方编排便依警力守候 果然苏重返现场扬装问路 却不知路人正是远景乔庄 根据骑手上车子遥控器试破身份 逮个阵着 市警六分局调查 苏黄两嫌都是高雄人 有诈欺毒品等千科 上周四晚间 苏林两嫌骑机车至新越路立处废弃工厂 涉嫌窃取模具及其隔壁工厂 内的电缆线 然而 模具铁片重达165公斤 电缆线更重达264公斤 一时间无法统统再玩 所以苏先以机车将模具再走变卖 隔日早上 苏与黄开车前往载运电缆线 刚好遇到屋主返回工厂 屋主发现厂房内 静停着不明黑色休旅车 大门口还被人用黑色束带绑住 无法进入立即报警处理 两嫌见状趁细从厂房后方落跑 但休旅车就遗留在现场 侦查队长 吴俊德或报帅同仁到厂房财政 发现车况良好 后座在满电缆线 且未被通报失窃 研判车辆应是缺嫌所有 认为窃贼一定会借机回来开车 因此 今派出所先把制服警力撤走 厂内留下见识人员 踩正外 厂房外则边排便衣 警力守候 请君入梦 果不出所料 苏阳庄路人返回现场 向桥庄路人的便衣 警力蔡文质小队长问路 蔡健对方徒步前来 却手持车子遥控器 推判切嫌想来开车 因此 借故向对方借车子遥控器 立马按下测试 果然厂房内修旅车声响 灯光大作 苏当场傻眼 白口莫辩 随后 警方寻现在附近超商 逮捕 他在桌上呼呼大睡的黄 警方说 良嫌为了将大批电缆线运走 不但携带板手 铁剪等多达27样工具 甚至连厂房里的衣柜 都被射偷来装盛电缆线 窃检开来修旅车 涉嫌收刮厂房内电缆线 被屋主发现报警处理 记者绍兴杰翻设 分享 窃贼射行窃取大批电缆线 塞满整个车子后座 记者绍兴杰翻设 分享 窃贼射行窃取电缆线 挖空心丝 携带板手 铁剪等多达27样工具 记者绍兴杰翻设 分享 窃贼连厂房内衣柜 都偷来装盛电缆线 警方看了也叹为官纸 记者绍兴杰翻设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